共产党他老说七个叫郭骗 你见过一个战友被咱骗过钱的吗 你见过那一个战友被骗过色的吗 相反共产党的1913到现在都一战二战都过了 73年执政了 他告诉中国人有一件事实现的 昨天的新时联合晚会祖国一片大好 我们党拯救了无数个生命 然后现在躺平干部不干事都是他们的错 你说共产党竟然挖空心思找不出来 怎么解决这个民怨死人的问题 包括王沪宁没找出来招啊 他找了一个大导演出主意 说我们该咋办呢 就大导演说我告诉你 一切都是躺平干部的事 扔出几个衙门就管用了 而且推荐沈腾上去做这个节目 现在是全国人民都要反躺平干部 习近平当年这个战役都是我亲自指挥 这亲自指挥现在怎么责任成躺平干部的事呢 你见过七个从爆料革命到今天 你们听说过我有一件事推给长桃哥老板长国吗 推给你们任何天主成员 我那不是装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包括我在法庭上 你见我承担没承担 我过去的deposition 我有一个有一次暴露过战友 还有我把我的律师出卖 一个没有 担当这俩字谁都会说 你见过生活中活着的人几个做得到 多少人都派出多伟大的电影 结果就给共产党出这个主意 扔出几个衙门 搞个躺平干部 消除民愤 让沈腾演 邪恶到如此的地步的民族和国家 你想想他也不大冲击还有未来吗